4. 證券時報 股機及股收類產品規模縮水貨機 份額大增 2015年7月20日基金 A10 近期股市大幅震盪 投資者被險情緒加劇 股票型基金規模也結束了今年以來的擴張勢頭 出現大幅縮水 股機的縮水並沒有帶來固定收益類產品規模的擴張 6月以來 除貨幣基金 份額增長外 貨幣基金 債券基金等固定收益類基金規模也有所下降 股機規模縮水固收規模有未見增長基金業協會公佈的數據顯示 截至2015年6月底 全市場855隻股票型基金的總規模為1.77萬億元 比5月底規模減少2641億元 下降12.96% 貨幣基金 債券基金等固定收益類基金作為 穩健收益的投資工具 在股市大幅下錯時會不會成為投資者的避險工具呢? 數據顯示 在股票型基金規模短期內大幅縮水情況下 貨幣基金的市場總規模也顯著下降 而債券基金規模也有未降 基金業協會公佈的數據顯示 截至2015年6月底 全市場191隻貨幣基金的總規模為2.41萬億元 比5月底減少1230億元 全市場423隻債券基金的總規模為3615億元 比5月底微降108億元 華泰政権研究員段超分析 故收類基金與股票型基金之間並不存在簡單的替代關係 貨幣基金一般聚集了投資者的限制資金 對高收益品種的替代性不高 故收類基金不一定就是高風險偏好投資者的避險工具 故收產品收益率走低在段超看來 貨幣基金規模縮減的主要原因是收益率持續走低 數據顯示 截至2015年7月17日 全市場191隻貨幣基金 包含A.B.份額的平均7日年化收益率為3.12% 佔據市場規模最大的余額保最近的7日年化收益率為3.46% 其市場規模也從一季報公佈的7117億元降至當前的6133億元 段超表示 許多貨幣基金的收益率已經連續一個多月低於4% 而很多銀行理財產品 等互聯網金融產品則呈現出更好的收益 對貨幣基金市場有較大的替代和分流作用 北京某大型公務固定收益類基金經理分析 除收益率持續降低外 最近股市反彈也吸引了資金 下半年 貨幣基金的收益率可能會進入緩慢上升通道 段超說 一是資金面營會面臨階段性緊張 市場利率以及貨幣基金主要比較基準銀行協議存款利率可能會上升 貨幣基金的收益率也會隨之會亂 二是當前的貨幣基金收益率已經很低 再次大幅下跌的可能性偏少 貨幣基金的收益不佳 債券基金的收益更是陷於低迷 數據顯示 截至7月17日 全市場債券型基金 包含A.B.分額 7月份以來周平均收益率為0.32% 其中12.92%的債券基金還處於負增長 如果從6月1日開始統計 周平均收益率則為負0.36% 負增長產品佔比達到47.18% 段超表示 債券基金具有明顯的牛熊市特徵 去年債券基金的帳幅較大 今年主要是平行市 從下半年影響收益的因素來看 債券基金也缺乏整體性的利好環境 因為現在資金面已經很寬鬆了 再降準降息可能性不大 債券基金經歷一波大帳後 一般會橫盤很久 再次大幅上漲的概率較少 債券基金下半年缺乏整體性的投資機會 段超稱 貨幣基金 分額規模大增雖然股收類產品收益率 整體不佳導致規模不斷縮小 但貨幣基金 分額卻出現了顯著增長 數據顯示 截至7月17日 貨幣基金 分額從6月份以來正增長747.73億份 據了解 貨幣基金 分額的投資起點一般是500萬元 客戶主要為機構和高靜值自然人 常識北京股收類基金經理分析 貨幣基金 分額顯著增長可能有以下原因 一是由於新股發行暫緩 打新基金中的低風險偏好資金可能回流至貨幣基金 二是貨幣基金 銷售服務費較低甚至免費 且收益比 分額更高 在前期市場大幅回調的行程中 對低風險投資者 還是有很大的吸引力